1月6日,随着中国拼协公布出国际赛事选拔新办法,以及国拼团体世界杯赛参赛名额全部出炉,国拼在2018年的新征程就此起航。 在一片质疑声中,拼协国际赛事选拔新规则废除了刘国良于2006年开始使用的直通赛选拔制度,并着重照顾U21年轻选手,这代表着国拼正式改朝换代。 而孔令辉接班人,金牌教练李笋则在中国女拼团体世界杯选拔赛结束后宣布一项重大决定,也代表着中国女拼就此变天。 在中国拼协的国际赛事选拔新规则中,U21选手得到重视,在世拼赛和世界杯团体赛中都将占据一个名额。 此规则已率先应用于国拼南队今年的世界杯团体赛选拔中,于紫阳正式通过U21选拔赛拿到冠军并获得了世界杯团体赛的参赛资格。 不过,中国拼协的这一改革引起球迷的质疑,连央视铭记里五军也公开提出三大疑问。 球迷们最关心的是,为什么会直接给U21一个名额,队员们不能在一起公平竞争吗?